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我睡的房间 我大男人比较乱 因为这个上面有漏水 所以破破烂烂湿气比较让我 就我自己睡 前面比较干燥 要给小朋友睡 小云的部分是 爸爸妈妈他们今年7月的时候 离婚了 小云原本是跟妈妈那边住在一起 在爸爸妈妈离婚之后搬到爸爸家 然后跟爸爸一直生活这样子 对那在我们一开始介入服务的时候 爸爸他的工作状况是比较不稳定的 包括他可能一个月只有2000块的收入 所以导致他在照顾孩子上面 可能没有办法提供他很足够的一些 所以他的经济压力是比较重的 对 其实我原本 我在还没有离婚之前 我有蛮不错的工作 那后来是因为小朋友是9年年 我常常讲说 爸爸是因为你才把这样的一个工作放倒 很多人跟我讲说 你不要跟小孩子讲这样讲这样子 小孩子也去里面留下 我的见解是不一样 我觉得是应该要跟他讲 要很正面的跟他讲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就相对代表说爸爸不是怪你说 是你害爸爸怎样 你本来想说 我是要让你知道说 你在爸爸的心目中 比这些工作更重要 是在告诉你说爸爸对你的爱有多深 爸爸你好我是磁华基金会的社工 嘿嘿 爸爸是想跟你请问说 你今天晚上会不会有空 我们想说到小林家的话 大概要骑40分钟 就是骑机车的话 是要40分钟的路程 跟家里约好要去 我们就一定会到 不管那一天的天气好坏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突发状况 我们就是会尽我们的能力 跟既然跟家里约定好 我们就一定会到家里去 做关怀方式这样 另外针对经济这方面 我们也有提供了物资 我们自己基金会内的物资 对 那就是包括一些米啊 或是酱油 沙拉油 还有面条这一类 可能平时在吹煮 就是饮食方面 会比较用到的这些资源 那我们就是不定期的申请 然后再带到家里面去 这样子 对 特别 抗份 抗 那最后是您会念吗 是这样吗 嗯 手是这样写吗 手 手怎么写 好 下一个 妹妹 妹妹 脸颊上 那开始我不觉得社公司在帮我 我觉得说 因为小朋友的关系怎样 怎样 像往小便他们来 被小朋友 半毒怎样的 那关系小孩子 我就觉得说 很自然觉得 人家对我的小孩子好 但我慢慢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气息 我们说转变转变 你不需要很大很大的什么作为 什么的 就刚好在很需要的那个气息 小小的这样举动 就是刚好我需要的 不然我就发现 我的小朋友 她 慢慢变快乐 我相对我也觉得 我比较紧张 我常去 我希望做旁边 现在做土工啊 有收入 可以养小孩子 那就OK了 我女儿的才华 她写着 爸爸我爱你 可是 爸爸虽然写得很吵 不好看 可是我知道她很爱我 这都是我女儿 当社公的话就是 真的 不是很容易 或者是简单 或轻松的工作 对 就是 在服务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家庭有所成长 然后或者是 他们因为我们的介入 然后有 我们介入服务 所以有一点点小小的改变 其实我觉得 那都是我们继续往前的动力 对 不管这个改变是大 或是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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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